西洋大人 每天告诉你好天气 客人家朋友好 我是彭启明 昨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无花果台风往西 登陆广东西部往广西 那更远离台湾 那各地呢是晴朗炎热 中南部午后有雷震雨 那今天还是维持类似的天气 显著的吹东风 西半部要留意会有局部较热的现象 例如说昨天台北市已经再度占上36度了 新北市还有桃园市部分的区域呢 也占上了37到38度 相当的炎热 今天还是维持的类似的天气 还是要注意中午前后 较高温也晴朗 外出务必要防晒防中暑 那中南部靠山区要留意 午后雷震雨发展的动态 也有机会往平地移动 那类似的天气呢 将会维持到周五或周六的上半天 接下来呢就要留意在南海到菲律宾东方附近的海面上 西南季风环流的发展 未来呢逐步转为季风低压 台湾附近的这个风场呢 也将逐步转为偏西南风 暖色的水气也较为明显哦 那原来在这个菲律宾东方的扰洞呢 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低压 呃清晨的动态呢是 李易这个热来性低气啊还有一段距离啦 不是说马上变台风 今天呢还是要观察发展的动态 呃过去两天呢许多的预测模式 呃显示可能会很快发展起来 在周六的时候台湾东方海面 北上通过分析点呢是在台风北上过程当中 呃距离台湾有多远哦 有的较为接近有的是相当远哦 没有影响 不过根据最新的动态资料来看的话 低压环流将接近旅宋岛 有缓慢往西北移动的趋势 预期呢会受到这个陆地的干扰 呃整个发展的速度呢有减缓的趋势 呃今天白天呢发展的动态 有没有快速旋转发展起来 就是一个关键了也有机会在这一两天 突然发展呃成为一个热带性地气啊 呃很快变成这个台风哦 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尤其这个区域呢将会和南海的 季风环流都是整个大低压带 台湾附近的风场呢也将在周六日 两天转为偏西南风 在这样的大低压环流当中呢 各种的预测的变数会比较多 也将有各种的可能 甚至本身的发展的速度呢 十快十慢 有时候变化的时间呢很快 呃远快于您更新 或是收看气象预测的时间 呃很类似八月上旬 几个接近台湾附近的台风 所以也提醒您要有一些心理准备 那除了这个低压之外呢 周末开始到下周 台湾附近的风场将转为偏西南风 潮湿水汽多 中南部靠山区很容易有 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呃雷震雨呢也将会持续 所以也提醒您午后活动呢 要多提防剧烈的天气发展 午后雷震雨呢 其实不是很可怕啦 但是常常就是大家缺乏一些风险意识 呃常常有这种雷 雷击重 被雷的不幸意外 这个虽然是比较少见啦 但是呃常常往往会造成这个重大生命 或是气聚的毁坏危险 仍然要多关注 以上气象由天地风险彭启明提供 怎么会有点亮 咱们可以了解 咱们今天的资金 请不吝点看 那我们很多年的资金 很好 就像资金 咱们再这样 像你这样 那一样 我们会想要 有免候 我们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